1907年的日本人都沉浸在刚刚打败沙皇军队 取得了辉煌胜利的骄傲中 很多日本人都毫不掩饰对中国人的蔑视 在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课堂上 有一次一个日本教员拿出一个土块 将它比作中国 看到学生们一个个脸上都露出迷惑不解的神色 这个教员解释道 中国有四亿人 而它手中的那个土块正好有四亿个微生物 坐在下面的一位年轻人愤怒了 他不顾军纪走上前去 把那土块一下子掰成了差不多大小的八块 两眼怒视着教员问道 日本有五千万人 是否也像五千万个微生物 寄生在这土块的八分之一中 这位年轻人就是蒋介石 也就是这一年年底 这个学校中有一批人数有限的学生 被选送到日本去学习军事 蒋介石成为其中之一 日本从此成为蒋介石一生中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这张很多中国人熟悉的照片 就是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拍摄的 1908年的春天 蒋介石与陆军速成学堂的62名学生 一起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 自大连城轮船赴神户 再次回到日本进入镇武学校 甲午海战惨败后 中国统治者开始重视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取经 从清光绪27年到了33年 几年之间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就达到1万多 这种数目后来一直增加 因为很多中国人跟不上日本的正式学校课程 于是出现了专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班式学校 这种学校很多 在法政方面有法政大学 在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红文学院 在陆军方面有城城学校 镇武学校 蒋介石当时叫蒋志青 在镇武学校进行了将近三年的学习 1910年冬天 蒋介石在镇武学校毕业 十年23岁 被分配到北海道新泄县高田镇的 十三野炮连队实习 当时他身高169.4公分 体重59.2公斤 作为二等兵实习生生活十分艰苦 这一期间他经历的所谓军事训练 主要是喂马以及替军马擦热 使马在严寒中血液流通 并没有真正学到太多的军事科技 李宗仁多年后曾经有一段有趣的回忆 蒋先生若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后往日本进陆军镇武学校 接受军事教育程度的训练 回国后就联络到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继 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 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 被同学会接纳后 当时就有四期的蒋作斌 雷寿荣 六期的杨文凯 卢湘婷等同学向刘宗继质问 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 以前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 刘宗继笑着回应 捐巨款还不好吗 何必深究呢 这件事情如果真如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所说 就透露了蒋介石性格中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 根据李宗仁的说法 蒋介石的最高学历是而且仅是政务学校出身 直接送进连队的阶段而已 距离士官毕业还十分遥远 也就是说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 所得学历只是军事教育程度的训练 阶级只是上等兵 蒋介石在陆军政务学校这段时间 他待人虽然彬彬有礼但很冷淡 他对同学间的友谊并不大在意 常常对别人的友好表示无动于衷 这是他不大受人欢迎 他的同学们认为他非常傲慢 不过他对一个人是例外的 那就是张群 他是蒋介石当时的同学 并赢得了蒋介石的终生信赖 除了蒋夫人和蒋经国外 张群要算蒋介石最亲密的知己了 这是一张蒋介石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合照的相片 照片中蒋介石的发型赫然是流发辫子式的正面发型 国民党宣称的蒋介石与民国前六年就字简变发 表示革命繁满的决心看来并非历史真相 根据张群回忆 当年蒋介石与他们确实是一起带辫子出国的 他们一起在镇武学校读书 从1908年8月到10月里 学生抗议校方实施日本文部省颁部的取缔清寒流日学生规则 闹学潮要退学 日方档案对此事有记录 然闹市的学生中有张群而没有蒋介石 可见蒋介石当时在学校里面并不是积极分子 学校中还存在一个紧接同盟会而成立的进步组织 丈夫团该组织成立于1905年 为同盟会中学军事同志们的盟中加盟 团员人数极少 据阎西山等人的回忆 团员有30人左右 但是其中并没有姓蒋的 1911新亥年的夏天 因四川保禄风潮激大 蒋介石应陈启美之招回护 密商举议计划 后重回十三连队 不久武昌起义 各声纷纷响应 陈启美很快垫催蒋介石 反国效力 蒋介石当即向日本师团长请假 然师团长与清廷陆军部有约 非得清方许可 不能擅自回国 蒋介石于是向连队长请假48小时 当时已经明知不可能期限回营 时借此乔装反国 一去不复反营 蒋介石还约集了在高田野炮兵 第十三连队的十几位中国同学 号召大家一起回国进攻立业 连队长飞松宽武 与师团长长刚外使 知道了他们的志愿 不仅不加以阻拦 而且志愿为他们进行 西间按照武士道的礼节 以冷水待酒表示永别 成冷水的杯子叫做武士士不生还的慈别杯 在蒋公的号召之下 第十三连队以外的很多中国留学生 也都愿意一起回国参加革命 他们一共为120人左右 有文有武 他们避开了日本宪兵警察与蜻蜓侦探的监视 搭上轮船 踏上了反国的路程 这样一群一心救国的热血青年 离开日本时的情景 被后人悲壮地形容为 风潇潇溪溢溢溢溢溢溢溢的 荆轲入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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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